各位大清台灣星光大到 今天出刊的時報週刊呢 找了命理師 還有藍天威來進行預測 這個預測呢 說國民黨的五都會全輸 那張天師正好是立法院長 王金平的好朋友 大家就去問王金平的意見 去爭取選民的支持嘛 這個最重要嘛 那其他的話 聽聽就好嘛 你把他當尊嘛 那當尊大家都不要選啊 那用派的就好了 你們派任說 那這個人說 哪裡可能贏 那如果說一定是這樣的話 那那個人講的話呢 那就是啊 依照他的意思去派任就好了 沒有這回事啦 大家總是要努力 現在年底的五都選戰 藍軍的壓力已經大到命理師猜測 說會五都全輸 有人敢壓這個盤 其實我每次對於某些平常人 以天師自居 然後跟媒體結合 然後每次在選舉期間就出來 妖言過重喔 我非常不以為然 就算是過去什麼總統大選比較好猜 不信哪一次被他猜中了 那我也不覺得是他特別行 那有這種本事去簽賭就好啦 你去賭到底誰會贏啊 那尤其是裡面那個藍天威 在08年的時候跟謝長廷也蠻有交情的 他後來預測說謝長廷有總統的天命 而且認為他一定會當選 他就是那個阿扁關關難過關關過 而且號稱是幫阿扁的幾個孫子撤制的 說那個比劃都是他算的 那今天又冒出來了 那我是覺得說如果回歸那個 一般的我們的選情評估 我們剛剛也講過了 就是胡志強的部分縱使有損傷 但是我認為他還是穩的 但是國民黨有沒有危機 我覺得是緊零大作了 我過去想說3比2嘛 那在這個後來不是有一個遠見的 這個所謂的一個調查報告出來 那在星級的平比上面 連台北市新北市都偏低 一個三顆半星另外一個 周期位掉車尾三顆星 如果再這樣一個下去的話 我覺得4比1不是不可能 但是就會說 你是算4比1 所以5比0好像很相去不遠 我覺得5比0的話 那2012馬英九就不必選了 我認為是這樣 那它是為了一個連帶效應的 我借用輝文的原則 任何假議題都不值得我們的節目評論 那何況我一向對那種 這是什麼 羅康會轉的那種 對啊 那個我通通看不起 我們討論的話 就讓他們再太 佔太大的便利 好那我們趕快換一個題目 就是民進黨的初選 民進黨的台北市議員初選的 第二選區 跟大家報告的是 扁辦的秘書江志明 在民調上面榮獲第一名 那現任的議員李建昌居然是第四名 所以呢整個民進黨的台北市議員 第二選區現在提名的是江志明 王校為高嘉瑜跟李建昌 高嘉瑜好像是那個誰的助理啊 以前羅文嘉 所以也是貶系的人 貶系的他也是貶系的 也沒那麼貶啦 以前是羅文嘉的助理好 所以這個江志明是一個 陳水扁勢力的指標 他有加10% 他是有加權的 他們鼓勵新人跟國民黨一樣 陳1.1啦 所以這次出頭都是新人 那對舊人不是很不公平 李建昌不是新的 所以他才排第四 因為他民家權啊 王校為也是 也是現任的 李建昌是現任的 所以我意思是說 貶系的這個勢力 其實是不是在某些地方 還是有其影響力 在選舉 在年底的選舉當中 五都可能不可能了 市議員還會不會有 今天這幾天他們還在做 你這樣講可能會 不是已經結果了嗎 但是這個選區出來了 他每次只有六個選區啊 所以你現在會影響 今天晚上做中山大統啊 會影響 中山大統有另外的候選人 會影響人家的初選結果就是 對對對對對 他那出來當然會有影響 好 請進廣告